屏東一亮民間救護車 15號下午車上載著病患 跟家屬準備前往醫院 因為闖紅燈 不小心和綠燈執行的機車 發生了碰撞 騎士摔飛倒地不起 雖然救護人員對他進行搶救 但還是宣告不治 而事後救護車駕駛強調 沿途都有民放警報器跟警示燈 不過死者家屬 還是對整個執行的過程提出質疑 機車碎片灑滿地 老翁倒在地上移動也不動 救護人員趕緊上前對他進行CPR 但還是回天乏術 原來是稍早前 這台正在執行勤務的民營救護車 和機車發生碰撞 到達之後立即下車 然後查看患者 確定無呼吸無心跳 事情就發生在屏東 15號下午一點多 這台民營救護車 準備再送病患和家屬前往醫院 但行進台一線新移入口時 因為闖紅燈 不小心撞到綠燈執行的機車 這麼一狀騎士連人帶車摔飛 倒地不起 車上的兩名救護人員 健壯趕緊下車對他進行搶救 但送醫後還是宣告不治 救護車上面還有患者 這是家屬的女兒 原本救護車上的病患和家屬 雖然沒有受傷 但看到驚險的一瞬間 他們是飽受驚嚇 待站一旁 發生車禍之後 民間救護車 又派前一輛救護車 將原來的救護車裡面的患者 送往高雄醫院救治 事後救護車駕駛強調沿途都有民放 警報器和警示燈 不過對於這個說法 歧視家屬還是提出質疑 雖然救護車駕駛已經被警方 一夜務過失致死罪嫌 以送法辦 但究竟雙方誰對誰錯 後續只能交由司法來釐清責任 這蘇世偉評論報導 要注意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